科学前沿管天下,毒血明理动环与免疫力,是人体自身极其重要的防御机制,利用免离异细胞可以识别并消灭病毒、细菌等外癌的进入性异物。 处理衰老、损伤、死亡、变性和自身细胞,以及识别和处理体内突变细胞和病毒感染细胞,免疫细胞Immune Cell俗称白细胞,包括先天性淋巴细胞,各种吞噬细胞和能识别抗原,产生刻意性命运达的淋巴细胞等。 在人体自身免疫系统中,担任着重要的角色,通常科学家认为免疫细胞是通过血液在身体的各个部位传输,以中风,受伤或脑部紊乱,扣得脑部炎症。 然而,最近一项研究表明,免疫细胞的传输还另有一条结径。 中性绿细胞Nutrophilid granulocyte,Nutrophil蛋白细胞总数的50%到70%, 是白细胞中数量最多的一种,在局部感染或损伤情况下,中性绿细胞可很快穿过血管比进入组织发挥作用。 美国哈佛医学院和马萨诸塞州博士顿综合的研究人员,在研究免疫细胞是否会在脑促重重疯或脑膜炎过程中产生时发现, 老鼠和人类身上均有将鹿骨骨髓,连接到大脑内层的微小通道, 提供了受损伤情况下是免疫细胞从骨髓直接涌入大脑的途径。 该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用荧光膜染料标记细胞的技术,即细胞追踪器。 他们用染料处理这些细胞,并将它们注射到小鼠的骨髓部位。 其中红色标记的细胞被注入颅骨,绿色标记的细胞则被注入颈骨。 细胞注入后,研究人员立即诱发几种极性炎症模型,包括中风和化石流导的脑膜炎。 他们发现,在患有中风和脑膜炎的情况下,鹿骨对大脑的中性粒细胞的贡献明显多于颈骨。 但问题随之而来,中性粒细胞是如何被传递的? 研究人员使用器官预显微镜,对小鼠头骨的内表面进行成像,同时使用预液维持组织的完整性。 成像结果显示出直接连接骨髓和硬脑膜的微观血管通道。 正常情况下,红细胞通过这些通道从颅骨内部流向骨髓。 但是在中风的情况下,则从骨髓到大脑的相反方向元素中性粒细胞,为了确定人类是否有类似的组织,研究人员在手术中获得人类头骨。 并进行了详细的成像,发现在头骨的内层和外层中,同样存在类似的通道,指定比小鼠头骨中的通道大五倍。 因为许多脑部疾病常常伴有炎症,这已经仍发现可以帮助科学家更多地了解免疫系统,攻击大脑所致的脑部疾病机制,如多发现硬化症等。 然而,科学家们仍需进行深入研究,以确定除为小隧道了的中性粒细胞以外的免疫细胞类型,以及它们在各种条件下所起的作用。 参考文献 Direct Vascular Channels Connects Carbon, Maroid and Brain Sources, Enabling Myeloid Cell Migration, Nature Neuroscience 2018, Vol. 21, Pages 129-1217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